为了验证部队实战化训练成果 汉光演习第一作战区棚防部 今天清晨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的士兵操演 不过呢因为天气的关系 那么取消了空中跟海上兵力的一个操演 那么他们也是呢根据想定的状况发布 各式的武器呢依据这个命令来实施射击 场面相当壮观 而且呢相当逼真 最主要呢包含了防空接战 还有对空射击 现在你看一下稍早画面 在演续一开始呢下打命令之后 那么雷达亲资显示呢 澎湖的山水海泰外面 有不明的飞行器来接近 这时候呢这个包含了双连的赤真飞弹 启动了防空接战模式 瞄准敌机并且呢成功的击落 而且呢对方还有无人机的接近 地面部队呢通过机枪等相关的武器对空射击 接着在后续的状况又有新的变化 敌军的登陆部队持续向摊岸来舔进 国军呢也出动了各式的火炮来反击之外 各式的战车也挺进 并且呢透过火力将敌军呢压制在摊岸 那么现场炮声隆隆 场面相当震撼 由于呢这个台风的关系 但是呢在澎湖的部分 天气状况还算在许可之内 因此呢实施了这一个实弹的射击演练 也要凸显国军对于保卫国家的决心